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 召唤迷你世界五大恶人 学姐说 通过这串地形码 你便可召唤出迷你世界中的五大恶人 WDER123地形码 在进入本地形码以后 你会被传送到一片大草原上 这片草原上有湖泊 有高山 但是你需要寻找一个神秘的坐标点 五一五一 我们需要在五一节期间 召唤出五大恶人 学姐说的非常的神秘 我也跟着学姐的指导 我终于找到了这个神秘的坐标 五一五一 时间是中午的十二点 那么下来呢 我将会召唤出神秘的五大恶人 但学姐说 你想召唤出五大恶人 不是那么简单的 在你看到图腾以后 你需要先手无足蹈地跳一段舞 然后绕着图腾的前方转三圈 让他们知道五大恶人将要来临 在你拜上三拜以后 你就会惊动天神 天神将会改变这里的天气 能让中午十二点也让野人出现 瞬间我发现天色变了 周围变得黑漆漆的 可是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周围是谁插上了火把 难道我惊动了土地爷爷吗 学姐说 你想召唤五大恶人 你需要使用烤肉 来把野人吸引过来 但是今天的天气不同 你会烤不出烤肉 烤肉会直接掉落 并且你连火都点不燃 学姐说的果然没错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每一次点火都会熄灭 难道这就是五大恶人 要出来的象征吗 我看了看后方 正好五个野人 难道他们就是传说中的五大恶人吗 学姐说 你的猜想不错 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还需要最后一步 就是向图腾进行膜拜 在膜拜完毕以后 你向后转 我的天 真的有野人